哈喽各位报挂的朋友大家好 我们有一个好消息 也就是我们会在每天推出主播精选的影片 也就是呢 我会在这个两个小时每一天的 歌语来听互动的过程当中 我要挑出今天最亮点给大家看 那程序间会上线呢 在七点钟每晚七点钟 会在我们完整版试出之前 会先帮大家划重点 那么同时呢还提醒大家 在这个主播精选的系列下面 也没有任何的建议的话 都非常欢迎你留言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民党中央已经下令了 要打猴友谊包租公的形象 包租侯的看板就这样已经出来了 这是来自民党中央 他们其实在内部的群组里面发的消息 里面特别提到我们节路一段 民进党覆密交半集见 请主训组的同仁 马上将包租侯攻击看板档案 给县市党部县市进总立委候选团队 县市议员请以上单位在重要路口 更换此看板 费用由中央党部来补助 就是这样 包租侯 拥有103间套房 一年从学生身上狠赚2000万 租金每平比101大楼还要贵 开始了是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侯友谊的阵营 我今天去询问刚才我讲的 内情的时候 我也特别提醒他们 我觉得他们现在处理这个问题的反应太过轻描淡写 就是只是讲一下说我们是合法的 第二个我们已经信托了 如何如何 我觉得第一个你要把刚才我讲的这个内容 很清楚的让大家知道 第一个他信托出去了 他就没有在管 那他固定拿的租金呢 他不会变动的 因为信托就是这个意思 信托就是让你公职人员避免你的财产呢 在你担任公务期间变动过大 就是说不明财产来源罪 不是香港有这一套吗 他就是为了要检查你以后会不会 这个你的财产不明的增加 那你信托出去了以后呢 那个不会变动 那现在的那个公司 他改变了里面的内容 他把什么四个人住一间 改成两个人住一间 改成一个人住一间提高房租 那个是经营的问题嘛 那个经营是星光集团团队嘛 是柯文哲年轻人最喜欢的 那个这个组合的 那你去问星光啊 你为什么要赚这些人的钱 你在帮人家信托管钱的 你还要去赚这么多钱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 看到刚才那个我们秀的 这个背板 请大家看一下 他们要在路口挂 我觉得民进党会打选战 就是这样会打选战 第一个呢 他们马上极箭 叫大家换看板 然后呢 党中央或者总部出钱 我认为国民党要学的 就是这个 赶快下令呢 让所有国民党的候选人换看板 把国民党的年轻人政策 一个是1500万的房子呢 免头7块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客后陪伴呢 一直给你 陪伴到7点 你这个父母不要担心 就是说你这种正面的政见呢 你一定要去 那至于赖皮疗的事情 我认为不需要上看板了 这已经举国皆知了 这件事情呢 连这个上志呢 这个随便直播一下 8万在线 好惊人的 如果国民党真的要打这个部分呢 就是每天都有一个人过去直播 每天赚个8万 每天赚个10万 那这样就好了 但是看板的部分 我觉得要打正面政策文宣 那就是比照民进党嘛 民进党已经给你示范了啊 刚才宏廷讲的非常对 民进党最会打选战的方式呢 就是泼污泥 那他这次为什么有强烈的动机 想要把你锁住在这些泥巴站的议题呢 因为很简单 大家锁住泥巴站呢 就忘了关心正面政策 第一点 第二点呢 民进党就认为说 我是领先群啊 我再掉 我再掉 我还是赢你啊 我一趴还是赢你啊 我只要最后赢你一趴 他也不需要过50% 他甚至不需要过40% 如果科P够强的话 他可能30几他就当选啊 对不对 所以他就用这个 那国民党相对的 就是因为民进党打算采取 这种很low的泥巴站 我们就要反制他 我们就正面 这个民众本来就有 喜欢搞泥巴站的 年轻人也一样 知识分子一样 喜欢知道说 我未来能够得到什么正面的发展 对未来我有什么期许 有什么愿景 本来社会就是分成不同种人嘛 那你国民党就应该好好顾这群人 所以拜托拜托 我在这边请这个国民党 这个侯康总部 侯康不是有个战情室吗 我觉得好好的学一学民进党这一套 但是我们不要搞泥巴站 但是侯友宜的这个已经信托的房子的问题呢 请好好解释 不要认为说它是冷饭热炒青 就是掉以轻心 其实这个是这样子 有些你合不合法 有没有弊端 毫无疑问凯旋 因为是不会有任何弊端的 对 可是他打的是个观感 但重点观感 对对我们要讲同个字 其实那个观感那个东西 其实有时候就在第一时间 而且就因为只下17天了 你现在在任何当中 对你的负面攻击 你没有同一天就回应 像刚刚讲到涨5%的部分也两天 两天后你才来回应 所以那个东西就已经晚了 那个东西你要马上就是瞬间 要有一个危机小组 在专门处理类似最后冲刺的 这个部分的东西 此外也融为要讲一件事情 在这一次凯旋论的最大东西 我觉得我自己问了一下 对于周边环境的影响 特别对年轻人的当中的反感的两个点 就刚刚讲观感 第一个部分是很多人听到 蛤 一千一万七 对于很多学生是下了半死 对那个数字 无论是真是假 第二个部分我听到的反感 原来我这样讲 其实就是赵阿康先生就讲说 贤贵就不要租 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很多年轻人是很难受的 就是说 这个东西在文化大学你要我租哪里 所以现在真的到最后冲刺的时候 任何人任何人的一句的对应 要又快又准确又不能失分这件事情 他就必须要有特定 可能就一两个人至少一两个人要专门对付 所有部分低时间对付这样子的问题 否则现在因为都是在最后冲刺的时候 一定都是泥巴战不打不可能 因为最后就是负面的形象 历来到最后冲刺 没有人在历来在最后冲刺后 大家蓝天白云好时光 蓝绿白大家各自都在讲一些未来的远景 就是互相杀的刀刀剑骨 所以这当中如何防御 然后如何回攻这个部分来讲 变得非常重要 那像刚刚宏廷所讲的 我也都非常同意 我觉得很关键就是 在最后冲刺的时候 因为老一辈的你要形成这个东西 或者是你对侯友宜 或者新年享绿营也是这样 对赖清德有一个根深底固的这种信任感 无论是怎么样 蓝绿都一样 那个东西其实已经很定型 除非你的什么事情是刺到他们 对你整个人设崩塌 但老人很难 我觉得老人很难 所以现在就是年轻人 所以年轻人当中讲蓝天一点 在蓝白之间在野当中的 我们讲劣解好了 或者是讲剥落 其实就你要诉求的年轻人 其实是两个东西 年轻人当中大局在支持科B 这本来就是 这就是这今年选举的部分的事实 年轻人去帮科B 然后因此民进党没有网军 没有1450 建盘侠无效 这也是在今年选举当中 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但是但是 最后关头 其实你之所以无论裂解 或剥落也好 就是你最后要呈现一个东西是 年轻人在下架民进党 或在支持科B当中 要去做抉择 我觉得与其去呼唤 说哎呦来我们国民党 年轻人连理都不理你 年轻人太多非蓝非绿 他就讨厌民进党 你讨厌十几年 甚至有的讨厌二十年了 所以你要诉求的东西是 在这两者之间 最后关头最后关头的时候 我相信还是会有一些年轻人 即使他是支持科B 但是他对于下架民进党的 priority先后顺序是更前面的 所以像这样子的部分 要形成什么样的观感 形成什么样的策略 来营的部分 就不能再像先前 连这个一个海巡院的部分 要两天三天之后才回应 你这个东西 要必须在最后充斥的时候 如果这里头才是你的主结构 否则就会变成是说 你现在好像拼命在打赖清德 赖清德 可赖清德 有些可能被打成功 剥落了 剥落之后 他是绿白流通 又流到白 对吧 那现在如果凯旋院打打打 又打打打打打 打的这个国民党当中 就真的一旦 对于侯友有影响 侯友当中 一些剥落了之后 又跑去哪里 你也不知道 可能到未表态 或等等在其他方式 因此所有现在最后充斥的准确 又快速的部分的这种 所谓的攻防 完全不能拖过一天 他即使是在晚上11点 发新闻稿 也应该要11点当中 当日处理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节奏 还是慢的不得了 而且不要说 这个是对侯友宜是根本性的 刚刚讲根本性的观感 你觉得你 你不是说不说得清楚 而且你一旦给人家 就剥削年轻人的 这种感觉一旦成立的话 哇 那个东西很恐怖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科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科菲尔益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记者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 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素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科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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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全校菌 十多多 很好 新的 garden 最后 新的包装 加工 快飞 小火 小火